協議中年變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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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道收費的抗爭 源起於政府官場 源起於政府用一個非常輕之風的BOT 把整條高速公路變成遠通的收費站 我們好不容易透過了所有體制內體制外的抗爭 才求得跟政府坐下來把一張協議書簽好 協議書總共有六點列得非常清楚 第一點年制應該怎麼補償 第二點轉職應該怎麼補償 第三點國道收費員製救會總共有多少人 這沒有拿到七個月的優惠 優惠退離的這個外租金的這些人 應該要怎麼再發還給他們 第四點 整個國道收費員 比照之前 處理華龍案會有一個補貼 第五點 在這個協議 原則上在十二月 二零一六年就是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應該要給付完畢 最遲不得超過二零一七年的一月十五號 因為當時林萬一講說 他拍著胸部說 既然蔡英文交代我來解決這個事情 我就一定有辦法解決 我們要讓收費員有一個好過年 這些過程都寫在這張白紙黑字上 結果一年了 真的像那天林全在接近各個團體的時候講說 我們不知道怎麼聯絡收費員嗎 我們一天到晚 不是在民進黨前 就是在總統府前 就是在勞動部前或交通部前面 我們整個過程當中 沒有放棄任何一個 跟政府代表協商的機會 從立法院 從勞動部 從交通部 我們透過任何方式 來表達政府應該負起 這些他聘僱人員的 延遲的問題 之前的問題 結果簽下這張協議之後 在蔡英文對外發表說 我們新政府解決了 舊政府沒辦法解決的事情之後 收費員有新的生活嗎 有 被迫今天再來面對 一場一場的司法官司 去年的8月16號 我們在民進黨 黨部前面 我們舉著四個大牌子 苦厚方案 好不容易 等到了蔡政府 派出了政務委員 林萬億 跟我們簽訂了一紙協議 協議上的內容 我們的年資工作權 其實都載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 到最後 一直跟勞動部 在協議的過程裡面 勞動部一再的縮減 我們支救會的補償人數 及補償差額 那我們一再的要求說 為什麼政府 答應了這件事情之後 為什麼一再的打折 一再的縮水 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這紙協議 代表了 政府欺騙我們收費員 也代表了 收費員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簽訂了協議之後 政府拿了我們的案子 說他做到了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 也做到了解決重大勞資正義案的事情 他是 勞工是他心裡最軟的一塊 他多麼的照顧勞工 但是 事後要執行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沒有下文 而且一再的縮水 根本跟協議的內容 完全不一樣 完全大走樣 當我們在跟林萬一抗議的時候 林萬一卻說 我代表的只是我個人 我沒有代表政府 我沒有代表政府來跟我們這個 跟你們簽協議 所以你們要告去告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帶著我們的會員 來行政法院地訴訟 就是要告訴政府說 你欺騙了我們 簽訂了協議之後 還跳票 白紙黑字簽訂的協議 對這個政府難道一點用都沒有嗎 那他以後怎麼照顧勞工呢 所以我們希望法院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然後我希望民進黨政府 他也出面趕快來解決這個爭議 已經三年多了 大家都想回歸到自己的家庭 這個案子一年了 協議是那一天晚上11點簽下來的 這些所作所為 我覺得比國民黨政府還要惡劣 對外形象做得非常好看 可是實際上呢 他跟當時管英九政府追殺全關工人做的 沒有任何的不同 先用我們認為不合理的約聘僱的方法 聘用十幾年長期聘用一年一聘的方式 聘用國道說廢員 把說廢員應該有的年資全部都弄掉了 說廢員的這紙協議不是平白拿來的 不是像他們一樣坐在辦公室冷氣房裡面 寫寫弄弄就拿來的 是抗爭現在三年多三年半的時間 好不容易拿到這紙協議 用身體平安的協議 你現在坐在冷氣房裡面 一句就是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 我覺得林萬一非常的可恥 做一個台大的教授 竟然敢說這種事情 說這紙協議是我個人簽下 跟政府沒有關係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在行政院現場 林權當面告訴我的 林萬一負責這件事 難道林權也要出來說 這是我林權個人說 跟蔡英文沒有關係嗎 那你們坐在上面 領我們納稅人錢是幹什麼吃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選擇到法院來 沒有任何一個工人願意上法院 我們當時官場工人 雖然狀況有點不一樣 我就被政府告 到最後我們也是只好 告到行政法院去 去告政府賭職 告政府回信 為什麼最後都要走掉這條路 上法院這件事情 對於政府官員 跟對於工人來說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事情 抗爭三年多的國道索費 到現在要走來走到去年的這個時候 大家都還非常的開心 覺得說 我們現在終於抗爭這麼久 兩年多 說我們這邊辛苦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終於爭取到 我們應該有了權力了 而且沒有多爭取 現在因為政府跳票 大家注意他票拿到了 所以讓我們更辛苦 現在能這樣抗爭 但是沒有關係 儘管如此 有一句話 問題出在廟場 答案卻在江湖 如果沒有靠抗爭 我們沒有辦法趕在廟場裡面 接人的腦袋 我們請那個會長跟副會長跟律師 到我們的布條前面來 然後把我們的樹狀拿在手上 我們待會一起 一起把這個樹狀送進去 收費人代表就是那天 同樣簽下協議的這些人 在現場 林萬一怎麼拍的胸脯保證 他就是來解決問題的 在現場 林萬一怎麼說 他看到收費人的辛苦 我們待會就請收費人的會長 副會長跟我們律師團代表 把這份樹狀送到 那個法院裡面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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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